这里是厦门的下河路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镜子之场 走着串巷看厦门 今天这个视频 我将从巴士开启 前往厦门的第一码头 然后坐船准备前往海舱 其实从巴士徒步前往第一码头 非常近 前面那个红灯的十字路口 就是厦门的下河路和路江道的交叉口 全程都是实拍 和我一起走一走吧 我们等一下要过人行横道 往海边走 走到厦门的第一码头 这两头到的都是厦门的主干道 路江道的话 这个十字路向左转 就是古浪宇中山路 向右边拐呢 就和湖宇南路相接了 如果往这边走 搬马线走呢 就是到古浪宇中山路的方向了 今天我们要走第一码头 没有绿灯 还没等 我看我们要走好久的 收缩 我们准备购买路 没什么车是吧 前面那个波浪行的建筑就是第一码头了 外地的游客朋友们 我建议就照我这个步行的路线走 其实也没有多远从巴士走过来 几分钟的路程 你不用坐搭车 到这边来坐29路公交车 前程只需要一块钱 把下面最美的景点都赚了 一条线的很多景点 一直把环岛南路 全部走完非常漂亮 因为这是第一码头是公交站的起点站 所以都有位置 这个方向是最早的第一码头的老码头 我们现在要随着往前走 这边都是公示 今天天气太好了 所以我准备去下海舱从第一码头 只需要两块钱哦 两块钱 非常的便宜 外地游客也可以在这坐船 这边还有前往古浪雨的 但是仅限于县门市民前往 但是外地游客可以在这登船 前往海舱 两块钱非常便宜 我还没有坐过 所以今天我想实地坐一坐 给大家分享一下 前面这个建筑就是第一码头了 在这儿可以坐船 还有快速公交BRT的起点站 也是在这儿 所以将来大家肯定 基本上都喜欢去巴士嘛 如果巴士去完之后有时间 建议可以不行走到这儿 无论你搭公交车 快速公交 坐船 这边都有 海舱这边我还没有去过 所以我要 我要今天要 看一下怎么买票 是不是很快 徒步从巴士走到这儿 只需要五分多钟 现在我们已经到 厦门第一码头了 现在我已经进一楼大厅了 左边呢 是前往古浪雨 和海舱的松雨码头 右边呢 是快速公交BRT 要上电梯上去 在这边 人都的售票处 这边没有松雨码头的呢 这边是自动股票 自动售票机器上只有前往古浪雨的 没有海舱送于码头的 海舱的停了吗 我去问一下 请问一下海舱的方向停了吗 去海舱的停了吗 海舱还没开 对 它从七月份 现在在装修还没开 七月份装修到现在 对 好 谢谢 非常可惜 我只好改了行程 哎呀 那我就去古浪雨吧 如果是前往古浪雨的话 我就不需要买票了 因为我办了前往古浪雨的月票 带的小包包需要安检 然后就可以进入后船大厅了 这边没什么人了 本来我想要去海舱了 没有 都停了 和工作人员确认了一下 海舱那边的码头正在翻建 需要一年的时间 如果是今年七月份 开始停掉的话 也就是到明年七月才可以复航 现在我准备要进去了 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还有半小时 我先提前进来了 慢慢带大家走一走看一看 之前这个码头其实很大的 把它中间给拦开了 一半给了那个 一个咖啡厅叫什么呀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叫涂济济济济济济济码头 就是坐得很民国风的 我们准备现在去登船的方向 这边还在搞公事 还在 还在坐 现在都蛮有圣诞气氛的 现在都蛮有圣诞气氛了 海舱大桥都看得很清楚 好漂亮 今天天气太好了 你瞧 你瞧这码头上就我一个人 多舒服啊 海风吹着也不冷 这已经是12月中下旬了 飞机码头 白鹿 飞得好漂亮 这边可以看到飞机 看得到吗 这是飞进来的 一会儿我们就要登船了 下一集请和我一起上船 前往古浪宇的内村澳码头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视频见